加拿大警方于12月1日在文革华逮捕了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。 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麦克莱德表示,美国希望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。 保时听证会将于本周五在文革华举行。 加拿大移民法律师就此解释,孟晚舟案件具有十分特殊性,涉及另外主权国家为刑事案件做制裁。 尽管如此,美国有权因嫌疑人违法而要求盟国将其递解回美国做出审判。 但需讨论的问题很多,在不列甸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需要十分仔细地审核,如无充分证据则不可引渡,因此执行引渡将可能经历漫长的法律程序。 我们这个法律是十分明确的,不是你外国人要,外国政府要我们加拿大引渡一个人到外国去救,可以引渡的,这里面会要经过一整套的法律程序。 特别是当外国政府提出这个引渡的请求的时候,它是否有足够的证据,证明这个人确实是在外国犯了罪了。 律师介绍,加拿大与美国的司法合作关系十分密切,自1999年至2014年加拿大引渡法颁部以来,共有1800多个来自美国的引渡请求,但只有几个案例被推翻,大部分请求被接受并执行引渡。 不过最终,孟晚舟是否会被加拿大引渡,仍然取决于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其违反美国法律。 我们加拿大的法院在做决定,要不要把这个人配合外国政府请求,把他给引渡出去的时候。 那往往官司打到最后,大家都明白,可能加拿大这些省法院会成为一个我们传统说的橡皮图章,就是走走行事。 甚至我看到有些说法是五分钟就把引渡的听证会就完成了。 律师强调,如果华为有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行为,要是美国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孟晚舟直接参与,或指使华为违反此项制裁的法律。 而孟晚舟在听证会前将有机会看到所有指控材料及证据,并做出必要的辩护。 凤凰卫视,祖客秦,李东尼,黄山,温哥华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